这一条也是学佛很大的障碍 明文立样 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 五花八门 你六根所接触的 可以说都是最高度的诱惑 古时候没有这么多诱惑 现在这个诱惑时代上太多太多了 急急呼呼的时候 你眼睛所见的 耳朵所听的全是诱惑 你能够不动心吗 我在讲习里也常常全面同修 我说我们今天学佛的时候 我们的魔掌之中 四大魔王张开这个魔掌 我们没有办法超越他的掌心 你还会有什么成就 这个四大魔王 我讲的不是八大人究经上讲的四大魔王 我讲的是财色名利 这四大魔王 几个人能够跳出他的掌心 你跳不出他的掌心 你还谈什么成就吗 往生不了啊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是要先亲近才能往生啊 心近的途径啊 心里面还有这些东西 外面是财色名利 里面是贪嗔痴慢 不堕阿比地狱已经很侥幸了 还有什么成就 所以学佛的同修啊 要高度的警觉心 时时刻刻警惕到 好 感谢观看